C比1联赛第一期任的最佳主帅评选来了 这次李春江与郭世强两人凭借自己身后的实力直接上榜 毕竟他们中的一人成功的帮助上海队脱胎换骨 而另一人又帮助广州队成功的打进了C比1联赛的前期 但是他们两人究竟谁更加出色呢 下面随篮球弟一起来看看吧 首先呢让我们来看看李春江的情况 李春江对于上海队来说是非常的关键 可为什么要这么说呢 理由也很简单 自从他来到这支球队之后 就先从球员的精神层面开始抓起 最主要的就是先帮助球员们树立敢打必胜的信心 然后就是让他们重新拥有永不延弃的拼搏精神 这也是一支强队的核心理念 紧接着就是球员们的引员 而这也正是王哲林 任俊威 袁汤文 以小外言富兰克林来到这支球队的主要原因 不过事实证明 李春江这么做是正确的 这不就在第一阶段的比赛中 上海队就表现出了与众不同的一面 他们不仅在防守端表现出已经有了一个质的变化 就是他们在进攻端的表现也是判若两人 尤其是他们的永不延弃的拼搏精神 仿佛让我们看到了当初广东队的影子 看来李春江很有可能把上海队打造成第二个冠军王朝 没错 我是能帮助广沙队成功独冠 但是在上海队这里 我要拼尽我的权利 在三年内帮助他们成功登临绝顶 也就是独冠 只有这样 我才能让所有人再次看到冠军总教徒的真正实力 但是上海队在外线火力方面的底子 还是相对比较薄弱 虽然队内拥有不少实力派的老将 但他们的上升空间非常有限 你让他们打替补绝对没有问题 如果你让他们直接扛起组织与串联球队的重阵 他们显然还差得很远 由此李春江也只能从年轻小剑方面入手了 不过好在郭浩文从NBA选球直接归来 而他的回归也就让李春江的眼前一亮 理由也很简单 在他身上李春江仿佛看到了当年孙明辉的影子 就在那一瞬间 李春江就做出了决定 要把他当作上海的未来的外线主力选手来培养 不过郭浩文的表现并没有让我们失望 可以说在第一阶段的比赛中 他就成功地扛起了上海队的外线重任 而李天荣的崛起就是一个意外之喜 他正好可以与郭浩文组成上海队新一代的双枪阵 就他们目前的表现来看 他的发挥是同样出色 看来这次上海队有福了 因为上海队的逆袭已经正式开始 而上海队在第一阶段以十胜三负的战绩 打进CBA联赛的前五就是一个铁证 在这里我们不得不佩服李春江的执教实力 理由也很简单 这可是他执教上海队的首个赛季 但李春江已经给他带来了脱胎换骨关的变化 虽然他们在第一阶段的比赛中 占了小外员富兰克林的便宜 可他们本土球员的进步依旧是十分的关键 尤其是王哲林 任俊威 郭浩文 以李天荣等球员的出色发挥 更是让粉丝们看到了上海队崛起的希望 看来上海队当初将李春江 牵线的决定明显是正确的 因为上海队的崛起之势已成必然 就冲李春江对上海队的贡献 他入选CBA联赛第一阶段的最佳主帅 也是实至名归 其次 我们再来看看郭世强的情况 相信大家也知道 今年正是郭世强执教广州队的第二个赛季 而广州队在资金方面的实力 必然是与上海队相差甚远 不然 王哲林 富兰克林 任俊威 以袁唐文这几名优秀的球员 也轮不到上海队将其牵下 可就算这样 广州队的当前赛季的表现 依旧是让我们眼前一亮 尤其是在郭世强被禁赛之后 他们竟然还能连展四连胜 这可就不是一般的666了 其实从这里我们就能看出广州队的变化了 那就是防守反击战术体系 已经深入到了每名球员的心中 就算郭世强被关禁闭 但是当他们的球员上场之后 就会下意识地去执行 郭世强在此前定下的战术核心 也就是防守反击战术 而且就广州队在第一季弹比赛的表现来看 他们的进步同样不小 不仅仲明镇这名小将 扛起了广州队外线的攻防重任 甚至他还在攻守胶着的关键时刻 直接化身为国产伦纳德 通过数人出色的反击 帮助广州队的分数方面 建立了更多的优势 这还不算齐浩彤 张展伟以李延哲登小将的出色发挥 从这里我们就能看出来 其实广州队已经真正的站起来了 就算他占了小外言梅森的便宜 可就在他为广州队披上战袍之后 又有谁看好他呢 尤其是在他发挥低迷的关键时刻 不少的网友们还戏称他是 CBE历史上最水的外源 可之后又如何 他用自己的实际行动 让所有的不和谐声音统统消失 在这里我们不得不佩服郭世强的眼光 要知道梅森加盟广州队 首先要过的就是郭世强这关 可既然他已经为广州队披上了战跑 那就证明他已经获得了郭世强的认可 在当时蓝球帝就认为 梅森的低迷只是一时的 最多四场比赛 他的状态一定可以重新回归 果不其然 从与同序队的对决开始 梅森的状态就正式满血回归 甚至在与山东队的对决中 他还轰出了32分 11篮板 10助攻 以一抢断的战绩 看来 广州版的实力分身 已经重新上线 不过蓝球帝相信 广州队的当前赛季的征程还并没有结束 因为从第二阶段的比赛开始 他们就将迎来真正的挑战 理由呢也很简单 各队的外延必然将先后归队 到时候对手的实力必然会白齿干头更进一步 可就算这样 郭世强也不怕 因为广州队已经真正的崛起 在当前赛季 他们的目标必然就是C比1联赛的前六 至于说打进季后赛 这也只是他们的保体计划罢了 从这里我们就能看出来 郭世强对于广州队的贡献到底是有多大了 但是就直到攻击方面来说 必然是郭世强更胜一筹 毕竟就整体的阵容实力来说 广州队是远远不如上海队的 可就算这样 郭世强也只用了一年多的时间 就给他们带来了质的变化 所以这次郭世强明显是更胜李纯江一筹 对此你们怎么看呢 我来说这次郭世强的变化